养兰花有很多的乐趣 其中的一种乐趣就是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养一种兰花 如果你成功了你就会感觉到 原来兰花可以这么养 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做实验的人 经常来一些兰花来做 用不同的方法来种养来做实验 然后得出一个结果以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也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我现在手上有一盆春蓝 这盆春蓝种法和以前的兰花种法都不一样 这盆春蓝种法我是模仿盆景里面的寻空种法 因为我当时想 这个兰花能不能包在石头上面 悬空的种法 就是悬根把根提起来的那种种法 现在就跟大家看一下 这盆兰花现在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来 它的根 它的炉头是全部在泥土外面的 炉头完全没有盖住 然后炉头下面的根 它是有一部分是裸露在外面的 所以的种植的 我在种的时候是种的非常非常的浅 基本上是浮起来种的了 浮在泥土表面上种的 现在我们看到 这都是今年刚刚出来的新苗 这也是新苗 还有这边的也是新苗 这些都是今年出来的新苗 兰花整体长得还行 是今年一株下山的春兰 老苗看起来不是很好 但几个新苗还是蛮漂亮的 几个新苗还是蛮漂亮的 这里可以看到有花芽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指头 我点一下 我手指头点一下这个地方 是有花芽出来了 这里 这边一个 这里一个 两个花芽出来了 这两个花芽也是 出土以后就直接接触空气 接触太阳 所以花芽看起来非常的绿 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那种 那么这样的兰花呢 它的花芽出来以后会怎么样 以前我也没有见过 以前我们种兰花都是有泥土盖着 那个炉头的 最起码炉头要盖着一半嘛 一般来说花芽出土呢 是白白嫩嫩的 然后出土以后 接受太阳进行光合作用以后呢 它会形成了有叶绿素 就会变绿 像这种呢 刚刚门出来就接受太阳 接受光合作用的呢 它开的花会如何 也是我在实验当中 想得到的一个答案 这么看起来 像这种搂露 搂出来种的呢 相对来说 它的接受的空气 比较多一点 接受新鲜的 流通的空气比较多一点 那么就是说得病菌 病害的机会呢 可能就会少一点 接下来呢 我还想进行一个实验 就是把这个兰花呢 能不能包在那种造型 比较好看一点的 盆景石头上面 进行一个空的悬根种法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